他是唐朝收复西域的大功臣 攻灭高昌国 设立安息都护府 巅峰时期 可凭两万兵力 威慑西域四百余国 控制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成为大唐威震西锤的国之利刃 就连李世民都骄傲地称 我大唐屠兵一千 可击胡奇数万 然而这位位列林燕阁的功臣 最后却因为谋反而被处死 本期视频 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 一口气看懂 侯君吉的传奇一生 侯君吉出生于上古的侯氏 关于他出生的具体年限 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只知道他是今陕西省巡异县人 早年的侯君吉为人比较浮夸 就连学习弓箭都学不会 还四处号称自己的武功十分厉害 后来侯君吉加入了秦王府 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 立下了赫赫军功 才逐渐被李世民所赏识 得以参与各项事务的谋划 逐渐进入中枢集团 公元626年的春夏之交 秦王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皇位之争 已经相当激烈 侯君吉等人迫不及待地鼓动李世民先下手为强 除掉李建成 李世民下定决心之后 与侯君吉等人做了一番周密的策划 于是带领一班武将 预先埋伏在玄武门 趁李建成和其王李元吉上朝不备之机 突然出兵攻击 侯君吉率军控制了唐高祖和朝臣 御石贡等人则诛杀了李建成及李元吉全家 李世民得以顺利即位 侯君吉作为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 也被授予了高官后爵 不久之后就官拜兵部尚书 统管全国军事 公元634年 位于今青海境内的土玉魂 出兵东返唐朝边境 还扣留了唐朝的使者 李世民命侯君吉协助李建讨伐土玉魂 唐军到达今青海勒都后 土玉魂军队闻风撤退 当时正值冬季 土玉魂军队烧毁了草原上的植物 退入腹地隐蔽 企图使唐军大队人马陷于粮草不济的困境 众将认为战马缺少粮草 不利于长途作战 要求收兵 侯君吉却主张迅速追击 认为敌军尚未走远 肯定想不到我们会继续深入 若以精兵急速追击 肯定会大获全胜 李建采纳了他的意见 都兵穷追二千余里 接连三战大败土玉魂军队 大胜后班师回朝 公元638年 吐蕃的宋藏干部 向大唐请求通婚遭到拒绝 出兵进宫 已经归附大唐的土玉魂 还写书信威胁唐朝 声言若不嫁公主 必发兵进宫大唐 接着就派出了20万军队 进宫如今的四川松攀县 唐太宗当即命令侯军旗 率部骑兵五万 前往抵抗土玉 侯军旗在松州城下 大败土玉军队 打得宋藏干部 急忙撤回军队 前使向唐谢罪 唐太宗也同意了 与土玉通婚 以建立友好的关系 大胜而归的侯军旗 还没等消停商一年 就又为大唐 披挂上阵 唐朝初期 西域各国向唐朝进贡 和商旅贸易的队伍 都要通过高昌国境 高昌国从过境贸易中 得到了很多利益 李世民在燕旗国的请求下 想要重开大契路 高昌国因为利益受损 不但阻塞了西域通往内地的道路 还出兵攻打燕旗 同时 西托爵的首领与高昌结盟 共同阻挡往来西域的客商 和贸易货物 于是唐太宗决定 派侯军级统兵 西征高昌国 公元640年 侯军级率军西晋 当大军越过地无水草 寒风如刀 热风如烧的2000多里的杀器 进入高昌境内时 高昌王惊恐忧郁而死 他的儿子屈智胜继位 唐军运用先进的攻城机械 很快就直逼高昌都城 屈智胜开城投降 侯军级分兵四路 共攻下三郡 五线二十二城 使得高昌全境平定 唐太宗命令侯军级 在高昌设置西州 在郊河城设置安息都护府 管辖各县 留兵镇守 侯军级又将高昌王 以前所掳掠的烟旗人 全部放回 烟旗王对此非常感激 前使向唐廷献恩 侯军级平定高昌后 使大唐王朝威慑西域 国威大阵 西徒爵 驻守克汗 浮屠城的叶户 叶尔祥唐 唐太宗在其地 设置了亭州管辖 侯军级班师东环时 还从高昌带回了一批阅工 唐太宗令其入太常寺 将高昌阅列入国阅 从西域引进的酿酒法 和马奶葡萄的栽种方法 也使得长安出现了葡萄酒热 但侯军级在攻灭高昌国后 在未祖请李世民的情况下 私自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 手下的士兵知道后 也开始盗取金银珠宝 侯军级害怕自己做的丑事被揭发 于是不敢致将士们的罪 班师回朝后 被御史揭发上奏 唐太宗于是将侯军级下狱 幸得中书侍郎 陈文本上书为他辩护 唐太宗才将侯军级赦免释放 而侯军级自以为立下大功 却因为贪财而被囚禁 感到非常不爽 虽然李世民对待侯军级 还和以前一样 将其列入林阎阁的 二四功臣的第十七名 但侯军级还是认为 自己遭到了排挤 也就在他被列入林阎阁的这一年 太子李承前担心自己被废 于是就将心存怨恨的侯军级 引入东宫 侯军级觉得李承前无能 担心重演李建成的悲剧 于是劝李承前谋反 谋反的事情败露后 李承前作罪被废 侯军级也因此被处死 临死前 侯军级请求赦免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好为自己守丧 李世民同意后 将其妻儿流放岭南 忠侯军级一生 凭借唐太宗的赏识厚爱 走上了人生巅峰 却因遏制不住自己的私欲 而日渐沉沦 终于伸守一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